大家好 觀眾朋友 來看這個新聞 說到聯邦快樂 有一台對法國邦來出發的 破因七六七火機 派生在的 土耳機 伊斯坦布機 中要收下來時 所以因為這個頭前的腳架 沒辦法放下來 在收下來時 這個貨人機頭去錄到頭架 噴出火機 加載部造成異關 蘇國萬英也回到調查 這檢視區外面可以看到這隻 破因七六七的火機 緊急降落後 可及百貨豬起錄給出現幾廟前 沒多久雞皮就切都在頭架開始清煙 結果在雞心後面是完全停下來 就完車隨過去轉燒風波 確定沒有這一波造成災害 危險之後 兩個加速也對他們白出來 這個事故事車要發生在伊斯坦布機中 在當時這隻聯邦快地的破因會機到的時候 發現雞皮的起錄其實 過中沒辦法放 隨同在塔台 後面在塔台的印度直下順利港禄 這個事故是沒有造成金管的兇夢 但是造成伊斯坦布的機長 但以拋棟測試關起來 統治基東局已經 沾對事故關因開始調查 電邦快地表示會提供 需要的主信配合調查 波音767是常常看到的會機機 形之一 發生蘇果的這台飛翁機機 050年 近年六月 砸比航空一台機022年 的消行波音717000機 也沒有發生加速的意外 在沒中起錄機的 總統治下降6 調查會顯蘇果關因是不怕回去 波音客機最近幾年是常發生蘇果 日空一般年到日空一九年 是連續發生兩者在起錄後 就殺飛翁機的重大空欄 曾經三百四十六個人沒命 也讓737MAX放到客機都給天賣 不是到學費後 今年一月 同學累了幾乎發生 趁忙下去的事件 安全設計和平館是 他們去加多的質疑 一個前平館的主管 上升北廖指出說 波音的機身 常常有很嚴重的問題 他有當時甚至可以找到兩百塊錢 但連假共影響共力八千 波音是很評論 公司新聞財規面賣役